欢迎两位 小片说是异地是吧 对 谈恋爱多久啊 谈恋爱差不多快一年了 异地了多久啊 异地了快半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我跟他都是活动主持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出活动嘛 然后就互相加了个微信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同行嘛 就是有一些工作上可以交流 然后后来发现兴趣上 就是也比较相似 我跟他都挺爱吃的 为什么异地呢 异地其实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九江的 我大学是在九江读的 然后他是九江本地人 然后我们是在九江相爱的 到之后的话 因为我毕业了嘛 我想南昌毕竟是省会嘛 可能各方面会好一点 我就去了南昌去发展 去了南昌之后 就是刚开始可能还见一次两次 后来就是越来越少 就包括这两个多月 我们都没有面对面过 就每次打电话就是冷战吵架 就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 所以你认为这是异地带来的 情感上的困惑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小片里也说了 就是他给你的很多东西 你觉得你不是特别喜欢 是吧 你觉得不该关心 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嘛 他会就是很紧张多疑 比如说我看个电影什么的 他说你不能这么晚出去 我觉得没有必要管我那么多 但你知道有一次 就是我慰言了你知道吗 我都就那么痛苦 就是我没有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了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去说吗 他说你怎么就慰言了呢 你怎么能慰言呢 就我打电话给你 我是想寻求你的安慰是吧 他就什么都不说 就是你哪怕跟我说 你喝杯热水也是好的嘛 他不说 他就一直在问我 他说你怎么就慰言 就是问那种 我觉得可笑的话你知道吗 他平常他看电影 我真的没有说过 他那次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给你讲一下主持人 就是他那天是首映你知道吗 首映都是十二点钟 我就说你去吧 但是你看完了深更半夜 人家俩小姑娘在路上 是吧 万一遇到坏人 我就说你看完电影 你就直接回家 你到家打个电话 给我说一声 报个平安 然后结果呢 我在那儿等 等到三点多钟 他都没打电话给我 我就给他去了个电话 他就说 我这边 我在跟我朋友吃宵夜的 我就先挂了 然后四点多五点钟 才回到家里 才给我发消息 我第二天 其实我是有一场活动的 我很早就要起来 我就一直在等他 看到夜里就很正常 因为手艺都是这样的时间点 后来我也抱歉了 我说我吃东西 可能吃得真旺 而且就那么一次 他就会就刀刀刀 一直刀我 就是说我不在乎 他情绪什么什么的 不是在不在乎我情绪 而是你说 深更半夜的女朋友 可是我 自然会担心的 行 咱们这事 可以放在一边 咱们说其他的吧 没什么这没什么 就是他上次 他说他喂他 你知道吗 反正我以前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他说 他哪儿不舒服什么的 我说你多喝点热水 然后他说 你怎么跟人家一样啊 朋友都说喝热水 你怎么这个男朋友 不长点心啊 喝热水 那本来就是嘛 所以这次我没问呢 我就问你为什么 那你就问我是不是就喂炎 怎么就喂炎了是吗 我没有说 你怎么就喂炎了是吧 我就说问他怎么 他就是喂炎的原因是什么 想了解一下 要对身下妖嘛 可是我当时需要的不是呀 就是我当时很痛 电话里说的还是 就是电话里说的 就当时我很严重了 你知道已经进医院 就是拍检查片子的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 我就是去出差嘛 去外地工作 然后我就 我都没有给我父母打电话 因为我怕父母会担心嘛 我说我给我男朋友 打个电话 就我觉得我会在他这里 得到一些安慰什么什么的嘛 电话一接通 然后我说我喂炎了 我说我在医院 他说你怎么就喂炎了 你怎么能喂炎的 你怎么就喂炎了 就只在那问我 就质问我 我要是知道 我就不会喂炎了呀 那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就是我问完 他啪把电话给挂了 本来我是想去找他的 这段时间也确实挺忙的 真的有点抽不开 去不沉 他总是那么多理由 有那么多借口你知道吗 他最近两个月就是很忙 然后他说等两个月忙完 过来找我 我把他找我那段时间 段活动我全给推了 快到那个时间他说 我这边我可能去不了了 我就接了个活动 我要跑山洞那边去 那次我也解释了 因为我的大学本专业 是工商管理嘛 我是做主持 就是活动主持是半个处的 我是希望我能多学习嘛 就是说我希望 就是让自己得到锻炼嘛 就包括我现在这么黑 就是因为站在海上 是爱的你知道吗 锻炼去哪儿锻炼不行 飞要跑山东 他那边是个水上乐园的活动 你知道吧 那会不会的他就是 他跟我说去做主持 我后来有一天 看他发个朋友圈 他穿个泳装 跟别人在那儿玩 什么叫 男生的话你知道 不在旁边的时候 希望女朋友越保守越好 男生是吧 大家都知道 知道 老师你不知道 就是我的那个活动 是水上乐园 就是在海边你知道吗 就是静园的人 都是穿泳装的 然后我平常 我主持穿的是礼服 就是那天是开园 第一天大家都很害 就几千个游客都在 那我跟我朋友 就穿了泳装 而且我穿的是那种 很保守的泳装了 就外面还披了一层纱裙 就包括我把这个衣服 穿到大街上 都不会有人说的那种 就我父母都没有说 然后他就在那儿一直说 然后我很无欲 你知道吗 他就很无事 就是说该关心点 他不关心你知道吗 不该关心他就乱关 就像上次我胃炎了 就是我那么痛的时候 他就是根本就不管我 你知道吗 就打了个电话就算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朋友那天 我们一起出去玩 就他手机 不知道怎么就丢了 因为一起吃饭嘛 丢了 我觉得我们也要 陪他一起去弄嘛 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开车 因为他家是在那个高密的 在围房高密 我们就从山东烟台 就连夜开车过去 因为在外地嘛 就是如果没有手 就能很麻烦 当时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半夜得赶回去 跟我朋友一起回去 他下大雨 我说高速被封了 我们得走小路 就是我当时 我会说那么多事 我想说 你能关心我一点 怎么怎么样吗 我到的地方 你问我一下 就是说你到了没 你就睡了没 怎么怎么样 你问一下嘛 你问一下也是好的嘛 他问都不问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给您讲一下主持人 就是他平常给我发消息 就是秒回的你知道吗 我手机从来不敢调静音 就是他一发消息过来 我就人就跟炸了一样 中了枪一样 马上坐下一看 是他我就回 电话上次有一次 他给我打电话 六个电话没接着 你想一下 我当时我想完了完了 这下不知道怎么去哄了 就是那一次他就是找我 我其实是我睡着了 因为我前一天的时候 通宵在那写稿子 第二天就是忙了一天 然后回家躺床上 看他发消息 发着发着 我拿着手机 就睡第二天早上去 他总是有那么多理由 和借口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事 他都说他在忙 他在这个他在那个 就是我跟他说我忙 他不听 你是很优秀 可是我也不差呀 就因为你 我就觉得那么多男孩子追我 别人能做到事 为什么你都做不到 那我跟你在一起有意义吗 为了你拒绝那么多男孩子呢 对对对对 我也有女孩子追啊 你以为我女孩子 对你还说呢 还说呢 你知道吗 因为他做活动主持嘛 有时候就是 会有人叫他微信什么的嘛 他竟然还同意 他有女朋友有我了 你知道吗 他还同意 人家加我微信 他说我有个闺女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什么 我就是说加了以后 反正你周围有朋友结婚 不是 你把那 怎么怎么样给说好 是说 不是 小伙子 主持得不错 我有个闺女 下个月结婚 对 我加个微信 不是 你对他闺女结婚 那时候他 看我主持得挺好 说想把他闺女介绍给我 那我没有 他还加了你知道吗 他还加了你知道吗 您先让我说完行不行 我加了以后 我就是跟他这么说 我说你反正周围有朋友结婚 或者你回头要结婚 你可以找我 然后他如果再要找我聊天 聊了几句以后 我去洗澡了 我去吃饭了什么的 我有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你可以不加 你为什么要加呢 就是人家好意推荐给我了 是吧 女生说你应该 非常直白地拒绝 是吧 说我有女朋友了 大爷或者大妈 我朋友圈一看就知道 我是有女朋友的 而且我就感觉他 根本就不在乎我 没那么在乎我 就上一次我过生日 我说就我们俩谈得也蛮久了 我说正好接着这个时机 就把他带回家 给我父母看看嘛 我让他回家 他死活不去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我都这么跟你说了 我过生日这种大事 我说你回去 跟我父母见一下 就一起过个生日怎么了嘛 他就死活不去你知道吗 为啥不去 老师您结婚的时候 您也知道见家长 见女朋友他爸爸 你想一下多大心理压力 网上不有个段子吗 就是你跟岳父下棋 少跟你摆个车 你车呢 没有啊 现在我的条件 感觉就是还配不上他 就是房子的话 车子什么都没落实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他爸妈 可能对我不太放心 不能把他交付 我爸妈没说不放心 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了 我说我不在乎呀 但是我让他去见我爸妈 他也不去啊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都在九江嘛 之前 然后他说让见父母 因为我觉得如果见了一次 我当时在九江 我总不能说 见了一次之后 就跟没眼神了 就这个人没在 我不得定期拜访啥的嘛 不会觉得这样压力很大 而且就见多了 就感觉不新鲜 我就怕他们父母 就不喜欢我 听明白 那我爸妈又不会 就你爸妈不会 我爸妈就会了是吧 那我担心 我怕你爸妈妈不喜欢我呀 好好好 再问一个问题啊 那你们未来打算在哪儿 安顿你们的家呢 你是安徽人吧 对 你是江西人 对 江西 对 是在江西落地呢 还是在安徽落地呢 还是在哪儿落地 我是想让他跟我走 你知道吗 因为从我上大学开始 我妈就好怕 我走了就不回去了 你知道吗 我爸妈真的特别爱 我就是为了养育 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说 我希望 我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说能跟我回去 而且一开始 他答应了我 就是说他可以跟我走 就是跟我回五湖 就是在五湖 把重心往五湖移一移 他答应过我的 可是他现在就 又不承诺了 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异地 我就是说 我能就是吃苦 就是从九江到南昌 就是重新开始 我说你为了我就 努力一下下 到南昌来 就是为我努力一下下 就怎么了吗 就是你 我就是希望他 为我努力一次 他承诺过你要 陪你去五湖是吧 对 现在呢 还去吗 我因为我是独身子嘛 然后我爸妈妈 就是肯定也是希望 我靠离家近一点 不希望我跑太远 就是现在不想去了吗 不是不想去 就是我想两边 都能照顾到 去一个中间点 你知道吗 其实后面说这些事 也就说多了 在我看来 还没水到渠成 你们招什么急呀 姑娘 我是就觉得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以前 在九江对我特别好 你知道吗 就是把我宠到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他更好了 就是我吃饭他胃 然后我投他喜 就是我不想 因为他很高嘛 他背我 就是很容易就背起来 就是我在九江 都不用走路 你知道吗 就那么好的一个男人 我觉得 不不不不 这就要对你好啊 不就把你变成 一废人了吗 你要走路他背你 你要吃饭他喂你 所以你要干嘛呢 后来呢 怎么了呢 后来就是我去南昌了 我就感觉 我会担心会去想嘛 我就是希望 就是说他来南昌 我不就会 你去南昌的时候 征求他的意见了吗 我跟他说过呀 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南昌啊 因为我是在九江 开始网上做的慢慢 这个的话 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 到南昌那边 又要从头开始 如果我去了 那边又没坐起来 那我行 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就为了我努力一次 就不行吗 就是去南昌那事 就是一开始 他去南昌的时候 我也就是跟他这么说 我说我慢慢再往那边挪 就是慢慢挪就不急 早来晚来不都得来吗 你早点来早点开始吗 早来晚来都得来 给个态度 南昌 去还是不去 去 吴湖去还是不去 吴湖 看情况去 那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呀 你之前怎么说的呢 行 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说 你应该为我们的爱情 做一次努力啊 我特想知道 你想为你们的爱情 努力一些什么 我可以对他父母好 我可以对他好 我可以不介意就是 他的一些坏毛病什么的 我就是就两个底线 就是说他能跟我在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努力 就是说 因为我父母养我 真的很不容易嘛 而且我父母就年纪大了 而且我还有个妹妹 就是我希望他能跟我回五虎 好好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么多的而且啊 这么多的条件 女生你累吗 累 你把这个爱情 掺杂了太多的东西 要对你好 要跟你回家 要为你做爱的努力 为了换来这一切 你要为它做太多的改变 多累啊 接下来一起听老师们的意见 进入新阳美容APP 休笔特问卷 女生有一些话我听着不舒服 尤其是那句别人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她不行 那你找别人去啊 我是不想放弃这档感情 我是希望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已经这么久了 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走下去 希望能走下去 但是你的很多的行为 我都看不到你的努力 比如说关心这件事情 是由你来判断的 我出去吃饭 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你骚扰我 我在高速上走 你不给我打电话 你就是不关心我 所以 你对于关心这件事情的判断 完全是以你自己的标准 作为标准 你觉得对就对 你觉得错就错 甚至于说 你觉得她什么都是错的 只要她不在身边 所以我就希望她能跟我到南昌 就是 就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对 所以你前面的那些 做的表现也好啊 你的那些做法想法也好 无非就是想把它拉到你身边来 你希望她为你们的爱情 做一次努力 但是我告诉你 异地恋就是这样的 两个人当中 不是有多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是有一方 要做出牺牲 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圈子 所在的城市 抛下一切为了爱情 可是 而你选择这个人是她 可是她之前答应过 如果说她不答应我 从一开始我们俩就不会在一起 也不会说我把这个信给放进去 这件事情是她的错 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 为了要跟你在一起 才说的这样的话 可是时宜是意 她现在不愿意了 很明显 她为什么不愿意了 因为不够爱 你们两个都完全不够爱对方 不愿意为对方放弃自己 现在拥有的一切 既然 每个人都有其他的异性在追求 既然都不愿意去拜访对方的父母 既然都不肯到对方所在的城市去生活 那不如就到这里吧 如果不够爱 就不要往对方的身上赖 就不要往对方的身上赖 祝福每一位 谢谢 小伙子 你刚才说了一个比喻特别有意思 你说看到她一连串的电话 你像中了枪一样 我也听得心惊肉跳 这什么样的爱情 这女朋友打来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 像中枪一样 如果说是爱情还在 至少会看到她的电话 我一个没接两个没接 我赶紧回过去 知道她是关心我 但你的反应只有是惊慌失措 哎呀 好麻烦呀 其实你现在去回想一下 你对她的关心 她穿泳装你不满意 但是她开夜路大雨 你并不是那么伤心 你对于这样一个个性的女孩子 你对她没有安排 没有规划 就这么任凭自己爱来了的时候 抱着人家 宠着人家 喂人家吃饭 你自己的事业很忙碌起来了 你就说 哎呀 你就不能自己独立一点 你就不能自己关心 好 怎么会得胃炎 难道你没有问题吗 而姑娘我觉得 你真的是只懂任性 不懂珍惜 你所有的方法 在我听起来都是把她推远 逼着她 催着她 要求她 用那么快的语速指责她 就只能把她越推越远 珍惜是有方式的 我认为你现在还只懂任性 不懂珍惜 其实你是一个更需要 有人能体贴 关爱你 时时在身边 宠着你的另一半 她也不适合 你挺好的回到五湖去吧 在五湖找一个愿意陪着你 也能离你爸妈近 还能和妹妹在一起 这样的男朋友不好吗 你找一个在九江能发展的 彼此并肩奋战的 也许是你们更好的选择 谢谢 姑娘我问你一个特现实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假如说男生同意 跟随你回到你的家乡了 但是 她根本没有以前那样对你好 怎么办呢 但是我觉得至少她能在我身边呢 我会安心一点 我就不会想那么多 你要的只是一个能在你身边的人 不用给你关心就够了是吗 不是 就是我一直记得就是我们 所以你要的东西太多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她会对你那么好 把你宠上天 因为热恋期呀 你想要日后每一天都像热恋期一样 怎么可能 退一步讲 为什么你现在对她种种看不顺眼 觉得她做什么都不对 说什么都不对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了衡量的标准 而衡量的标准不是你自己 是那些追求你的男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因为有了对比 所以就有了伤害 你拿她跟所有那些追求你的男生比 那些追求的男生 当然要付出一百分的努力 一万分的努力 才能博得你的一个青睐呀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做所有 能够让你高兴的事情 而你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标准 拿来和你现在的男朋友做对比 你让一个大男人情何以堪 他也是每天很多女生追呀 他挂在嘴上你会怎么想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 为自己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 但从来不为你们的感情 怎么好起来去找理由 这是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再者 不是说当男生把你宠上天 把你当婴儿一样的服侍的时候 就是男生对你好 而是男生在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为你撑起一片天 有责任 有担当 这样才是一个男人对你的好 如果你仅沉溺于 一些小小的宠爱的话 那未来遇到大事的时候 可能这个男生撑不起来的一切 好 谢谢珊娜老师 听过那个现在最火的歌词吧 确认过眼神 你不是我的人 我挥剑转身 鲜血如红唇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异地链 我是江西人 南昌道九江区区130公里 也就天津到北京 动车也就二三十分钟 汽车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从九江到五湖区区350公里 能有多远 被你们搞得好像千山万水一样 如果连区区130公里都不能跨越 你们俩还爱什么爱 每个人都什么都想要 希望对方能够完全为自己服务 女生既要事业 又要时时刻刻要的关怀 而且还要自由 男方想要在九江 不肯出去 同时呢 又要满足自己大男子的欲望 希望对方不要穿泳衣 世事审美都能够 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 你们如果都不能为对方做点什么 那你们谈什么恋爱 不要谈什么去南昌 也不要谈什么去五湖 你们各自干好自己的事 想谈就谈 不想谈就拉倒 好吗 就这 跟着心走吧 现在好多人谈恋爱 弄得条条框框也多 弄得规矩也多 其实你想要的那些东西 天下女人都想要 你不想给的那些东西 天下男人大多也都不太想给 后来为什么给了 就是因为那个字 叫爱 如果爱情不在了 如果两位都觉得那么累 觉得没那么美了 放开手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两位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 《古发红堂》真情留学 就是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吧 然后去五湖那事儿 一开始说跟你去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的话这个事儿的话 咱一步一步走 慢慢地来 所以我还希望可以和你继续走下去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比较任性 也很自私 你也包容了很多 五湖的事儿我可以再缓一缓 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 就是说要立马结婚 我就是希望你能往南昌走一走 就是能陪我一起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很想跟你走下去 我以前的不好 就是我都会改 我没觉得就是你那些 是什么大问题真的 那你能够去南昌吗 还在这儿弹呢 行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游库网同学视频 思误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G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读一下广告可以吗 您读您的 我抱我的 好了 我们见证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真的非常感谢你 就是给我这一次机会 以前我知道就是 有的吧 是我太敏感了 就是以后会改的 我也谢谢你愿意出来 就是能跟我去南昌 我以后我不好的我都改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别想见证 可爱吧 我тер什么音 走散